都是不值足的整一個七人足球層這麼大 這些比是幾個 其實這裡有分量就不少 適合我 我們看到上面有青紅的那些 其實它是白色的,用磚細的,因為是新的 它應該是災造的,災災一下 這個梯條,看這個款式也挺穩定 不過只要走近一點,就知道有些危險 這個部分是新見的 其實很明顯看到有些綜藝 可能是我們做一個體系統的波子 可以去進行飛白外行的活動 這一種情況呢,我們一會再上去上面 是會更加膨脹,更加嚴重的 原來這裡以前是寮屋區 前方暫到寮屋後,有人在豆子上 將門前見,現場所見 除了有大量雜物,碎石 好像這條大膚目,就好意氣感 用條繩固定就算 這裡是屋遠附近的,還未能夠50米 開門就說,因為有碎石滑過山 這就是他們的神韻熱點 之外隨時會發生了 我走到那個山啊 不然我有個山的感覺 在那邊,有一個飯店 有一個土質的地方 這是官地來的 有一個牌都不能動 第二塊是甚麼 當然不好 很大量 像無磋 像是無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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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2018和2019年頭片 可以看到之前這個年輕人 仍然是六幼幼 短短一年就搞成這樣 我們這方面都有一個前件 其實這樣做會有什麼傳統的貢獻呢? 看這個圖片是官製法 還有看這個圖片 它本身是一個天然的斜坡 是一個順斜的斜坡 它應該在這裏挖入 做一個平台 這裏就拿著 你看它好像很穩固 但是它已經難受了 它所謂水溝 那些泥淡了 這裏連這個泥淡了 但是現在你搭走那個泥 那些泥淡了 所以變得更濃 這個連帶性的成功有機會 先見的Tickle看時又轉快頂住 可惜七兩天 轉後只有石市 並沒有有力之修典 所以是輕有其修 你問我看見這裡有些放鎮 我加了會不會說穩固一點呢? 有些不穩固 我會說穩固一點 我會看它 然後它就找些鐵枝 撐著它 你也會再用 咬一口 它就像一口 這些放鎮 你只是看一口 你只是看一口 你只是試過一口 就能撐著它 不只是這樣就好 就是狀態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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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梁師說 在山上中植 需要政府 直接抓地力 和手工拯救 互亂中植 可能會有反效果 其實現場 不同地點 也插入政府土地牌 講得明 不可以非法佔用 不過 就真的沒有什麼作法作用 完全當它透明 其實要拿誰來進行 這麼大規模的前見呢 下十三天 我們就見到 有個伯伯在這裡剪草 明天很熟悉環境 不過當我們上前查問 他就立刻走人 拜拜 好啊 我給問你 這件事 是否來的 這件事 這件事 其實是不可以給這件事 是否來的 這件事 是否來的 這件事 可以了解 卡牌是否轉居民 講 你做前見的人 其實不只一個 你整班人 當中還有些 不是豬腹筋 這裏是輪近 住屍屍屋面 搞局是非法佔用 好了 他是住在屍屍屋面 又或者是住在 其他地方 乘車來 到這裏 有些居民跟我們講 每天有一班 幾天 可能今天是 在這三個 明天是那四個 進行非法開疼的 即是他們認識的 這班人 應該認識的 因為其實這個 這麼大型的前景 其實是一個 我任何人認識 措施 地政總署 曾經在三月到場調查 還將貼公告 勒令占領人 向其內 停止違法行為 但其早於四月二十號屆門 一個違法行為 一致保停過 白石當日 有土力合情處人員 都場視察 我們也向地政總署查詢 他們回覆指 確認政府土地上 有未經批准的中植活動 勒令有關人士 於下期內 停止佔用 在五月後 被政總署開始 簽除後生的雜物 和移除部分 非法扣植物 不過要拆除整個梯田 就要先等專業人士暗殺 根據土地集項條文條例 被發佔用官地 最高刑罰 規罰到五十萬元 不僅僅六個月 萬一如果發生意外 誰要負責 在那個位置 需要負責 負責有幾方面 一方面 政府按照他 另一方面 就是 他真的有心肌死 例如有火藏的傷 他可能會遭到你相關人士 因為你現在國安 有些病 或是發送給你 是令到房水 或是工程 需要做的 如果對於工程 要做回這些工程 那一方面 會加注在你身上 到最後 即使沒有東西發生 你可能承受 那個工程法力 是很難的 美貨那邊 開始防潛服役措施 有連鎖快餐 在那邊